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统计了30位姐姐前五期正片的镜头量和台词量 透过这个直观的表格 谁在芒果台那里更受捧一目了然 前两名没有任何悬念 正是两位大姐大纳英和宁静 因为本季在请人方面受挫 网传的李文 李冰冰等大咖都没来 导演组不得不请回前两季的C位就场 待遇高人一筹在情理之中 排在第三位的是郑秀妍 作为昔日顶流女团的成员之一 她的业务能力确实能打 长得好看在娱乐圈就是优势 张天爱便是最好的例子 尽管唱票都有待提高 丝毫不影响其成为摄像机的宠儿 位居四到七位的分别是蔡卓妍 柳汉雅 徐梦桃 谭维维排第八 蔡卓妍可爱的性格一如既往 在节目中贡献了不少笑点 阿雅是综艺女主持人出身 擅长调节气氛 而且一工还担任队长 徐梦桃跟赛场上的画风截然不同 堪称名副其实的射牛 谭维维虽然有点射口 因为一直当队长 加上自身实力过硬 存在感并不低 王兴玲锦排第九有些出人意料 毕竟她是第三季最火的姐姐 而且伤害刚火出圈 不过回顾一下前两期 甜心教主的个人镜头注视少得可怜 第一期更是排倒数第六 如果没有爱妮引发一波全网回一杀 相信芒果台断然不会连夜给她加镜头 吴景言刚好卡时 锦随其后的事与稳稳 两个人皆是成团的潜在候选人 特别是于文文 第一期和后面几期有助巨大的人设反差 注视转足了话题 路人好感度大逆袭 再看一下中段班的姐姐都有谁 郭彩杰排12 朱杰镜排13 留恋排14 吴莫筹排15 张力排16 毛俊杰排17 黄毅 唐诗义 其兮分裂18至20名 其中吴莫筹一公就被淘汰了 成为本季一大一难平 同为首席舞者 唐诗义的镜头量确实比朱杰镜要少一些 跟前几名相比 后十名的姐姐的镜头总数甚至连一半都不到 不同于好姐妹阿萨 阿娇的性格比较慢热 而且不争不强 或许是素材有限 因此只排在21 在梦中人火出圈之前 薛凯奇的镜头也不算多 位列22 赵英子的言行尽管引起了一些争议 但大多出现在加更版里 正片仅排24 张强垫底一点不意外 资历构深却非常佛系 不喜欢和小妹妹们抢镜 姐姐们能走多远 除了自身的实力和人气之外 决定权终究掌握在芒果台的手里 无论最后哪些人成团 只希望所有姐姐在舞台上尽情展示自己的魅力 不要留下任何遗憾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